请问医师,齿裂矫正有最佳时机吗? 这一题也非常好,答案是有 虽然齿裂矫正没有连年限制 但是我们总希望 第一个,他能在他骨头快速成长的年轻起坐 对他比较舒服 第二个就是,他牙齿已经乱了 你没有道理给他留到大了 等到他有牙周病才要做 这也没有道理 基于这两个因素 我认为齿裂矫正当然有他的最佳时机 那我认为最佳的时机 可能在国小六年级到国医这两年 因为这两年刚好他的牙齿 已经从混合齿裂一直换到恒牙的阶段 那要不要全部换到恒牙再开始做呢? 这个也不一定 有些病例因为空间不足 你需要先腾开空间 不能等换牙全部都乱了再开始做 所以我会认为是 混合齿裂的末端到完全换完牙 这两年也是最好的时机 而这两年也刚好是小朋友他课业不会那么重 因为我们在做假的这种 总希望能站在父母的立场 帮这个小朋友考量 谢谢